109年度住宅补贴申请从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 今年平均所得标准以及动产限额都有放宽 而且户籍地不用再跟租屋地同县市 也就是年满20岁或者是未满20已经结婚的民众 只要在新北市租屋都可以申请 新北市109年度住宅补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受理申请 补贴项目包含了租金补贴 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 以及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 新北市所获得的补贴名额约2万户是全国最多 新北市城乡局表示 今年租金补贴年满20岁或者是未满20已经结婚的民众 只要在新北市租屋就可以提出申请 也就是户籍地不用再跟租屋地相同县市 另外每人每月平均所得标准有21999元 大幅放宽到38750元 每人动产限额由112500元放宽到24万元 以租金补贴来说 申请人为单身且未满40岁 每户每月可以补贴3200元 申请人为单身40岁以上或者是非单身者 则可补贴4000元 补贴款项预计2021年1月底会拨款给申请人 新北市城乡局提醒住宅补贴才评点制 送件的先后顺序不会影响补贴的审查结果 同时为了配合防疫措施 请民众多多利用线上申请或者是邮寄方式申请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2960-3456 转分机3391-3393来洽询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